两点半是进行万安演习 不过有民众不知道今天是演习 结果骑机车还被警察来了下来 整个稍早状况连线给记者邵紫阳 这位观众监视民国100年万安34号的演习 从下午两点整开始呢 空心警报一响呢 是演习正式开始了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的是装设在台北101大楼 95楼的高倍数的望远镜 可以包括远端监控 包括是市政府的画面 还有金华城以及台北火车站 以及大安森林公园四个点 由我们应变中心随时监看画面 博尖的演习活动呢 似乎呢还是有民众搞不清楚状况 有机车骑士呢 是看到了被警察拦了下来 我们来看稍早画面 你们不知道今天演习吗 现在不能走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演习你知道吗 万安演习 不知道 不知道 现在人车都不可以走 不可以走 人可能要在室内里面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可是我住这边 你住这边 外国朋友是满脸的问候 怎么今天大马路上 一个人都没有在此时此刻 而且路呢 旁呢都是停满了车辆 没有想到的就是今天呢 是演习的状况 这外国朋友是不晓得的 还有人是直接穿越过大马路 真的是非常的离谱 不要提醒您 今天是下午两点到两点半的 是万安演习活动 民众要特别注意了 以上是最新情况 新镜头交换棚内